其實就是朋友兩三年了吧 然後都沒有來電 直到有一天我們在異地的相逢了之後 好像稍微有一點感覺 之後再經過幾個月的深思熟慮 才決定在一起 然後呢又過了一年多 他就跟我求婚 然後本來想要就是在某個海島 就是先邀請親朋好友結婚的 沒想到更大的歧視又來了 所以就挪到現在 對 是不是有開玩笑說都是你跟家聰求婚的 在結婚之前好像你比較常說 你什麼時候要取婚的 哪有 好像我閉婚這樣 哪有 不是 就是之前我們其實交往的時候 就已經是以結婚為前提 說我們明年要訂婚 然後這樣子的交往的 所以我們 我經過了很久的深思熟慮 才真的決定好不好 就是以結婚為前提跟他在一起 對 對 深思熟慮考量的點是什麼 以結婚為前提啊 你說深思熟慮才跟他在一起嗎 這中間的過程你考慮有沒有 考慮很多啊 就是不管是 就是個性啊 然後兩個人可不可以好好的相處啊 還有兩個人的工作啊 其實我都想蠻多的 想一想之後覺得 其實the perfect one 對 求婚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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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婚的過程就是 我跟熔熔約 然後他跟我一些好朋友 在今天的伴郎一起出國 然後第一天就假裝沒有事 因為我怕他有寶貝心覺得說 可能要求婚了 所以我就在第二天的時候 跟他求婚 然後也是故意的過程中就是 前一天 我會說你的朋友 你這些好朋友 會不會常常討論我 我就說 會 我說他私下他們都會跟我講說 假裝你什麼時候要求婚啊 沒有求婚 你們兩個 是玩什麼的 玩假的啊 大家開心的是不是 然後我就會 我就說 我朋友常常會這樣子 這樣子 淘寒我 然後我都會生氣 然後他就開始就幫我出氣了 所以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朋友們就在那邊 開始講說 這樣怎麼不求婚啊 我就說 就是沒準備好 我想說我生氣 然後融融就開始幫我出氣 然後後來 我朋友就拔了一個拉環 丟給他說 那你們就求婚啊 之類的 然後他就一直有點 有點跟我朋友 有點打圓場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求婚 所以算是一個surprise 我們會有影片 等一下會有影片 我自己是覺得沒差啦 我覺得在一起之前 他就知道我的工作 然後他就知道我是一個演員 那其實他 這中間的過程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也是 我也有演很多戲 所以我覺得他一直都蠻尊重的 那就算吃素也是吃在心裡 也不會表現出來讓我看到 所以我就是還是 盡情的去做我喜歡的工作 嗯 各位 各位導演們以後呢 就沒有吻戲了 謝謝 長戲也隔離了 謝謝 都有都有 紀嘉松MP加料 謝謝 OK 那他在吃素的話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絕招可以安補他 讓他比較遲遲 嗯 就是在那個上映的時間 他要把我帶出去吃飯啦 就是跟他出去約會啦 我就跟他講說沒有什麼好看 你可以不用看 然後他不要看就好啦 嗯 我盡量避免看啦 對啊 呵呵 可是還是尊重他的專業這樣 嗯 JMV我 也這支眼第一支眼啦 呵呵 嗯 現在小寶寶已經出生了 然後兩個人好像都很忙工作欸 對 對啊 有打算以後是給誰照顧 就是這個務方有分在工作嗎 現在就是家聯邦啦 然後到時候都開始拍戲 真的很忙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尋求專業的一些賢出了 嗯 那授身真的很成功 你要不要幫我們講一下 詳細一點的過程 你的計畫是怎麼肯定是這樣 這我們哪天拍個專訪好不好 我們講下去很久喔 每天做了很多事情